新冠肺炎的疫情全球受害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6万 经济上的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而现在有不少西方国家认为 罪魁祸首就是一开始涉嫌隐匿疫情的中国 根据澳洲媒体报道 单单美国目前向中国所长的金额 就高达了6.5兆澳币 折合台币大约是125兆 而澳洲有议员甚至主张 中国的官员应该要向二战之后的纳粹战犯 接受纽伦堡市的大神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重灾区美国死亡人数高居世界第一 许多的受害人愤而提出集体诉讼 要求中共赔偿损失 总金额高达125兆台币 目前已经有一万人参与 而且人数还在持续增加 卡基诺亚总共有10个亲人 包括他自己都感染武汉肺炎 其中两人被病毒夺走生命 包括他最爱的父亲 因此他决定向中国追讨真相 澳洲的参议员史托克甚至认为 世界各国可以向国际法庭提出诉讼 以类似纽伦堡大审的方式 让中国的官员接受审判 美国的法律专家主张 如果中国政府拒绝在美国面对审判 法院还是可以裁决扣押中国在美国的资产 但德国之声认为 目前提出索赔的都是一些媒体 机构跟个人 除非各国政府采取联合行动 否则很难对中国造成实质上的威胁 综合报道